肖敬腾为公益代言 要帮助弱势失学 没有办法上课服的青少年 结果呢 其实他以前就已经讲过自己 年轻的时候 爱打架 爱翘课 是一个非常叛逆的小孩 还好碰到了音乐老师的启蒙 他才一点一滴的找回迷失的自己 广告呢 他说简直就是拍他以前的人生 天王遇到天父 肖敬腾同心为迷表情专注 像小男孩一样玩着玩偶 一时太露迷还激动 发出声音 肖敬腾这一次为公益代言 化身孤独小男孩 全是弱势家庭失学 误入歧途的心境 肖敬腾自爆自己 也曾经有过一段叛逆童年 其实是不爱上课 对啊 那所以我也不知道上什么课 所以就就就就就敲课 还好我觉得就跟大家一样 有某一某一些年轻人 也会有的状态我也会有 打架敲课样样来 肖敬腾当时冲动又浮躁 直到遇到音乐启蒙老师 才步入正常轨道 因为家里的这个经费有限 所以没有学很久 但是我就一直待在那个音乐老师这边 然后他也给我很大的空间跟时间 在那边发挥 经历一段惨淡灰白时期 肖敬腾不仅让大家看到音乐表现 更要从工艺出发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肖敬腾 中天新闻林屋组潘兆文台北报导 不过 我认识这边